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是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内容主要是基于我们 正典原则的STM32F4开发平台 那么实际上的话对于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这个原理的话 不管你有哪个平台 那么这个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参考资料 那么对于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话 对于我们目前的F4开发版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F4的开发指南库安数版本的第16章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这个F4开发指南 这个第16章有这个电容触摸按键实验的这个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对于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用到这个输入捕获的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输入捕获实验的后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包含哪些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 也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的话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硬件连接 最后的话我们会对这个程序做一个讲要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 那么在讲这个原理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个 我们的正点原则的这个开发板上面 大家可以打开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发板上的电容触摸按键是什么 那么对于探索板的话 我们这里有个logo 实际上这个图片是比较老的 现在我们这个logo已经改了 稍微改了一下 稍微修改了一下 那么我这里就没有去拍新的照片 那么这里会有一个logo 那么logo的话我们摸一下它 我们这个单面机是可以检测到它 我们摸下了的 它就像这个手机上的一个home键一样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是通过什么原理来实现的呢 不管是我们其他的板子 或者说战阶板也好 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logo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我们摸一下它 我们的芯片就能感应得到我们触摸了 那么我们这个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这个 从RC充放电电路过来的 那么我们首先讲解一下这个RC充放电电路的这个原理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RC的话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起来 然后他们接到比如说接到V1这个上 然后在我们这个按键按下的损键 这个电子就会从这个经过这个R电阻 然后给这个电容进行充电 那么等到时间足够长 那么这个上面充满电之后 那么这里比如说充充电CX的电压就等于了这个V1的电压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电流继续经过R了 也就是说这里就没有电流了 这个我相信学过这个模拟电子电路的同学都应该很清楚这个原理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画出了一个曲线 就是电容RC这个充放电电路的这个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随时间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当我们这个开关没有按下的时候 那么这个CX两端的电压是0 然后我们按下按下去之后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的斜率是越来越低的 为什么会越来越低呢 因为我们瞬间我们也可以想象的想象得到 根据我们的常识 我们按下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这个电容两端的这个压差 这个电容一端的压差和我们这个V1这里的压差 它是会很大 所以经过这里的电流很大 所以充电就充得快一些开始 那随着我们这个电容的一端 CX这一端的电压的提升 也就是说它这边正极的这个电子积累的越多 那么这边电压就越高 那么这两端的压差也就越低 所以它同时它的这个电流也会就越来越小 所以充放电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曲线的斜率会越来越低 这就是这个我们会用到这个曲线 我们等一下会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就我们列出来了这个RC电路充放电的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里面就是我们这个VT 就是我们这个RC两端的电压 对吧 就是这个电容的两端的电压 那么它等于V0加上V1-V0乘以这样的一个 这里是实际上是E的-T除以RC 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EXP代表的是E 那么这里的V0是电容上的一个初始电压 这是电容上的初始电压 我们一般为0 然后V1为电容最终可以冲到的 可以冲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1就是说我们什么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电路而言 那么它这个V1的话肯定就是我们这里的电压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开关闭合了之后 时间足够长 那么V1实际上就等于这个CX两端的电压 然后VT的话就是说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 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大家学过某位电的时候有学到 那么如果说V0等于0 V0的话就是说我们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种场景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公司就可以简化 简化成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把这个色为0 色为0之后 那么这个公司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同样的条件下 电容C跟时间 直T呈正比关系 电容越大 充电到达某个零件值的时间越长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 我们通过下面这个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 充电的电压 也就是说CX两端的电压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会随着什么呢 随着这个电容的值不一样 那么它会有两条 比如说两个值不一样 那么一条是A 一条是B 根据我们这边 这个曲线是什么呢 是根据我们这里来画的 因为这里有C 我们把C变成两个值 那么就达到了 比如说C A CB 这两个曲线 那么这两个曲线的话 如果说 CB 比C A 大 这里这个曲线是这样画出来的 就是说CB 比C A 大 就得到了这样的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的结论就是说 电容值跟时间 T呈正比关系 电容越大 充电到达某个零件值的时间越长 比如说我们要达到这个值 那么对于这个B的话 CB 那么它要的时间就越长 因为它的电容越大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A的龙值小一些 所以它达到这个 这个值的时间呢 就要短一些 也就是说你的电容越大 那么你充放到某一个值 你要的时间就越长 比如说 我们同样 假如我们这是五幅 我们这里要充到多少幅呢 要充到三幅 那么如果你这个电容越大 那么你充放到 充到这个点的时间就越长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得出这个结论 跟我们今天的实验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电容出门按键是怎么来实现的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一般的硬件连接 那么我们一般会怎么呢 我们会首先同样 我们有一个电 一个电阻放在这里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硬件连接 里面有个电阻 那么在我们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片 就是我们的logo 我们的logo 它是接到这个电阻的一端 然后这边的话 提派的是接到某一个检测的引脚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有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原理图 它的这个示意图 我们画出来就是说 我们这里 首先这个电阻 就是我们这里的R了 那么它跟这个D之间 首先比如说它是开的 我们这里 当我们这个Tpad是浮空的 那么它就是开的 那么这样默认情况下 我们没有去摸这个片 那么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片跟这个D之间 它会有一个 砸散 叫砸散的电容 就有一个容值 就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叫CS 然后我们摸下这个 也就是我们的logo 我们这里的触摸按键 那么它就会同时 会继续在这里 跟D之间产生一个电容 那么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想 在我们没有摸下这个 触摸按键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电阻 然后通过一个电容 接地 然后当我们按下 这个触摸按键的时候 它这里又多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手指按下的时候 手指和Tpad之间的一个电容 又加了一个电容 比如说叫CX 这里叫CS 这里叫R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摸下和不摸下 它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容值的变化 因为两个电容 并联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电容并联 那么它们的值 就是两个相加 那么这就结合 我们前面 为什么要讲这个图 因为我们电容越大 大家可以看到 电容越大的话 它充值到某个时间 的时间 就充值到某个 电压值的时间越长 那么所以我们 怎么可以来检测 我们有没有摸下的呢 我们在没有摸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检测 我们先把它 没有没有摸下的时候 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电容 一个电阻 相当于串一个电容 没有摸下的时候 那么冲到某个值 比如说我们通过 单面机的Io口去检测 你冲到某个值 某个某个值是哪个值呢 就是可以触发我们Io 去检测到你这个 比如说上升炎 触摸我们 就这个是根据 我们上一讲的 这个补货 去补货到你这个 上升炎的这个电压 它有个预值 那么你冲到这个值 从0冲到这个值的时间 就为T1 对吧 但是如果说 我们摸下之后 我们又去检测 我先把它放电 然后再给它充电 我们去检测 那这个时间的话 就要是T2 那么T2的话 相当于 它要大于T1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检测 如果说我们没有 摸下的时候是T1 假如我们举个值 比如说是10 10微秒 但是我们摸下之后 我们这个冲发键的过程 到达这个值要多少 要50微秒 那么是不是我们 就可以判断出来 如果你比10大 大到一定的范围 比如说大了40 大了30 你花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 你是触摸 已经按下了 那这就是我们触摸 按键实现的一个原理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图画出来 就是说我们这里 的电龙值越大 那么它冲到某一个电压的值的 时间就越长 电龙值越小 冲到某一个电压的值 这个时间就越少 这就是我们触摸 按键实现的原理 那么一般我们是有一个 怎么样的检测过程呢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 这个电龙触摸 按键 首先的话我们这里 是肯定有个T-Pi的引脚 它是跟我们单面机的 比如说STM32的 这个检测的引脚相连 我们T-Pi的引脚 在我们STM32里面 我先我们先设置为 推软输出 输出零 实现这个电龙放电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里 这个电龙 电阻 它先跟一个电龙 进行一个串联 我们通过这里 这个引脚来控制它 那么我们先把它设为零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电龙肯定就会 从这条线去放电 就说它放到什么呢 放到它两端的电压为零为止 我们先让它放电到零 然后呢 T-Pi的引脚设为浮空 浮空的话 就是一个复位的状态 那么电龙的话 就开始充电 那么浮空的话 是相当于是什么概念呢 浮空的话就是说 你这里就相当于 没有接东西一样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输出零 就是把这里接地 电龙放电 浮空的话 你就相当于这里没有接东西一样 对它产生不了多少影响 因为它是个无限大的一个电阻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没有接东西在这里 没有接东西在这里 在这个电龙这里 同时这里的电龙的龙值为零 电龙的两端的电压为零 所以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从你电压值 它这两端就要充电 一直充到你这个电阻上拉的这个 比如说V333.3 一直充到这里 就会根据我们前面这个图形的这个关系来充电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启我们tpad的引脚的输入捕获 开始捕获 那么捕获什么东西呢 因为你这里开始充电 充电的话 在你这个电龙两端的电压 就有一个与时间的有一个曲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 比如说它达到了某一个值 一个玉子 比如说 举个例子达到了两幅 那么达到两幅的话 因为我们 我们这里的话就能检测到什么 检测到这个上升岩 或者下降岩的一个捕获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引脚上 可以开始捕获 比如说等它充电完成 这里不一定是充电完成 就是充到某个值 充电到底 我们在用VX 那么我们就检测到上升岩 所以我们就可以计算 我们的充电时间 这个过程 我们再把它疏通一下 就是说我们先让它放电 放电之后 我们在放电之后 我们比如说把电磁器 这个输入骨骼的电磁器 设为0 然后我们立马把你设为浮空 让你开始充电 那么等待你充电 充电的时候 计输器就在这里不停的激速 那么一旦激速到什么呢 你充电到某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我们的这个IO口的引脚 我们SKM3的引脚 就可以一直检测到上升岩 比如说VX等于某一个两幅 你能够检测到上升岩 那么充到两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捕获关闭 然后获取这个捕获值 去计算 我们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 没有摸下的时候 那么它的时间是一个值 你摸下了 它的时间就更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计算 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按下的时候 充电时间为T1 那么这个是我们没有按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直把它记下来 然后当我们按下Tpad的时候 电容变大 所以充电时间为T2 T2是要大于T1的 我们可以通过检测 充方件的时间来判断 是否有按键按下 如果有 如果它们之间的差值 大于某个预指 我们就可以判断 有这个按键按下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 电容触摸按键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运 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探索板的硬件连接 那么对于我们探索板的话 我们采取的这个Tpad 大家可以看 这个Tpad实际上 它是连到这里 我们这里有个P12 那么默论情况下 它是没有连接到引脚的 那么我们要用一个跳鞋帽 把P12上面的这个Tpad 跟我们这个ADC连着起来 因为这个我们要用到的引脚 它除了这个是一个 IoCore之外 它还是一个ADC的引脚 所以我们 比如说把Tpad跟这个 STM32 STMADC这个引脚 我们把它用跳鞋帽连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Tpad就连到了我们这里的PA5 那么PA5的话 因为我们要用的输入补货 那么大家可以看 PA5的话 实际上是定时器2的通道1 定时器2的通道1 那么这个在数据手册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程序设计的思路 我们怎么在代码里面去实现这些东西呢 我们这里的话就写了几个函数 这里一共我们列出来有六个函数 那么对于这六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写了四个重要的函数 的一个实现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会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Tpad的unit 那么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实际上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 因为上电子后 我们的电容触摸按键是没有触摸下的 所以我们要检测的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这个电容触摸 还没有按下的时候 我们这个 冲放到某一个值 我们把这个图画一下 这是一个电阻 然后这里一个电容 那么我们 首先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检测 在我们没有 按下触摸按键的时候 我们冲放到某一个值 比如说VX 要多长时间 我们是把这个值记下来 那么我们 Tpad的unit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通道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M4 我们M4的话 这里我们说是通道2 定时器2通道1 那么我们在程序里面 就先去检测 先去对这个定时器2通道1 进行一个输入捕获的初始化 那么这个初始化里面 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上一讲讲解的内容 我们就开启相关的输入捕获 配置相关的参数 那么这里要注意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查询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开启中断 查询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它一旦捕获到上升延 它就有相关的标志位 所以我们不停的去检测这个标志位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有捕获实践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然后在这个接下来的话 我们初始化了输入捕获之后 我们就多次去调用一个tpad 那么tpadgetvalue的函数是干嘛呢 它实际上就是去 在我们这个电路 它就是说去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充框电的时间 获取我们这个充框电的时间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讲这个函数 那么它多次调用这个tpadgetvalue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每一次 比如说我们把它放电 再充电到达某一个字 一个值的时间是te 然后我们要多次去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就得到t1 t2一直到t10 比如说第一次我们把它放电 再充电 那么是用了10微秒 第二次可能是用了10.1 那么就有10个值 那么它不是100%一样的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取中间的某些值 比如说给它排个序 再取中间 因为相当于跟我们这个比赛 什么锦标赛里面 比如说跳水 它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的一样 我们把这个最高的 比如说两个或者一个去掉 最低的去掉 然后取中间的平均值 那么这个值就相对于比较准确 然后我们把它付给我们这个defaultvalue tpad的defaultvalue 它保留的是什么呢 它保存的是 就是我们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次放电 然后再进行充电 充电到某个vx的它的时间 我们保留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pad的getvalue 这个函数里面是干嘛呢 它就是reset reset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把这个图放在这里 reset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reset里面 先看一下reset里面是干嘛 它是先把这个口 把这个pa5 就是我们这个对0的引脚 把它设为推往输出 输出0 那么它就放电 然后我们把计数器除止化为0 接下来我们把pa5 设为浮空输出 等待按下充电 也就是说这个reset的时候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电容进行一个放电 然后把它设置为浮空 那么就等待放 等待充电 那么接下来我们reset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 我们在等 除在等待充电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待 捕获上升盐 因为我们充电到某个值vx 那么我们这个l口 进尸器的通道 那么它就能够检测到上升盐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捕获上升盐之后 我们就返回这个捕获寄存器的值 那相当于我们进行计算之后 那么这个tpadgetvalue 缓回的就是我们 每一次去检测这个电容 放电 然后到放电完成之后 到充电 也就是说充电到某个值 从0充电到vx值 它的一个时间 这就是我们tpadgetvalue函数的作用 那么tpadreset我们已经讲了 那么讲到这前面三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 首先我们tpad初始化了 把这个默认没有按下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按下触摸按键的时候 我们的值是多少充电的时间 然后在我们这里 又有提供了一个getvalue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获取到 我们每一次对这个电容放电 放电到0 然后它从0充到vx这个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通过getvalue可以知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tpad 是gain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sgain函数 就是我们每次调用它 我们都可以去判断我们有没有按下 那么这个里面是干嘛呢 它会调用这个tpadgetmaxvalue 获取n次的平均值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按下 我们去每次检测 那么这个getmaxvalue 实际上它调用的就是getvalue 这个函数 然后调用n次 然后取它的相对比较大的值 取平均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取这个叫maxvalue呢 因为我们按下之后 它的这个值很大 就是会变大 那么我们要取到 取它的这个比较大的值 来得到一个平均值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值 跟我们tpad的get defaultvalue来比较 如果你大于 比如说我们默认的情况下是10 那么我们去scan扫描你最大的值 如果你的值是50 大于了我们设置的一个预值 就是说10 比如说加一个预值 假如是30 那么你50比我这个大 那么我认为你按下了 但是如果说你50 你检测到的可能只是20 那个20的话 它就比30小 我们就不认为你是按下了 那么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取最大值 也是这个道理 那这是我们讲解的这个tpad的 tpad scan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tpad scan的话 实际上是支持连按和不连按的 等一下我们在程序里面 就给大家来具体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们对照这几个函数 我们来过一遍 打开我们这个程序员嘛 里面的这个触摸按键实验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我们这里已经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对这个电容触摸按键的代码 在tpad的.c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代码 我们首先的话 当然这个代码100多行 也不算太复杂 那么对于这个 定词器2通道1的 这个输入补货的初始化 这里我就只是给大家过一下 那么初始化的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上一讲 这个输入补货实验讲的 我们先因为我们要用到定词器 要使能这个定词器的时钟 要用到l口 要使能l口时钟 同时我们要把这个l口 要复用为定词器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映射 复用映射 同时l口的这个功能 模式要设置为复用模式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初始化定词器 初始化输入补货通道 比如说我们这里设置的是 上升盐补货 那么这些参数在我们前面 已经讲解过 然后我们使能定词器 那么我们使能之后 我们这里没有开通断 那么使能之后 一旦它补货到 比如说某个上升盐 我们这里是设置为上升盐补货 那么它补货到上升盐之后 那么它就相应的标志位 就会被质疑 那么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去判断 那么一般我们根据 我们前面讲解的 我们会在哪里判断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tpy的get value里面 我们会等待 补货上升盐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 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标志位 等待它 是置位了之后 那么就是说 上升盐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几个函数 tpy的init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的话 首先这个入口参数 很好理解 它是对这个 进试器的输入补货 设置一个预分屏系数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进行0 循环 循环0到10 那么我们把去掉用什么呢 掉用我们刚才讲的 get value这个函数 那么get value函数 它是去获取 我们每次这个电容 从电压0 冲到某一个值 这个值我们不用管 那么这个值是这个l口 它能检测到这个补货的 定压的一个一个值 那么我们检测它 每一次的这个充电时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进行一个排序 大家可以看 我们检测了10次 我们这里0到9 i小于9 就是0到8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的话 我们再去干嘛 再只是取它中间 比如说我们取 有获取了t t9 这10个值 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排序 那么我们去掉最高啊 或者去掉最低 然后我们只取 中间的几个数字 比如说取六个也好 取六个就把最高的两个去掉 最低的两个去掉 那你取八个也好 把最高的一个去掉 那么这个都没有关系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只取中间的几个值 然后取了之后 我们把它取平均 比如说我们取六个值 这里应该是说六啊 取六个值再取个平均 取平均之后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值保存下来 这个值是一个大家可以看 这个值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全局变量 在我们这里定义的 所以它在我们初始化之后 它就保留下来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还会打印到哪里 打印到我们串口 可以查看 那么这是我们tpy的unit 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tpy的unit里面 我们调用了get value这个函数 那么get value这个函数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它实际上获取的是 我们从一次放电 从这个就是我们电 这是电阻 这是电容 这是V 比如说V1 它就是先把这里设置为什么 设置为D 让它放电 放到零之后 我们再开始激素 激素呢 就是让它冲到某个值为X 可以让我们这个L口 让我们这个捕获通道 能够捕获到上升盐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去计算时间 那么获取到的就是 这个捕获技术器的时间 那么这个是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来看它怎么实现的呢 它首先掉用这个tpy的reset reset里面我们之前讲了 那么它首先会把这个L口设置为 普通 推往输出 然后给它设置为低电频 大家可以看输出0 那么这里就放电 放电的话 我们就要等待它放电完成 所以这里有个delay 那么放电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相应的标志位中断 我们因为我们要等待这个 标志位清零 因为我们这里还要把电磁器设置为零 因为我们等下要激素 然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L口设置为什么 然后我们把这个L口设置为 设置为复用 那么设置为复用的话 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要等待捕获上升盐 那么这里的话 默认我们这里的模式是不再上下了 不再上下了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浮空的一种状态 然后接下来我们调用完reset这个函数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不停的去等待 等待什么东西呢 等待捕获到上升盐 大家可以看get flag status 这里是捕获通道1 cce就是捕获通道1 等待它被置位 也就是我们捕获到上升盐了之后 那么捕获了之后 我们这里这里的处理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超时的一个处理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获取到这个捕获通道1 的一个值 捕获的值是多少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捕获在这里我们返回来的ceo16 捕获比较值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定时期的捕获这里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初始化好了 这个定时期的频率 也就是每一个周期 每一个技术周期的时间 那么我们这里 就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返回的词 词乘以每一个 捕获的 每一个定时期周期的值 就是最后充电的 充这个充电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tpad scan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也还比较好理解 首先的话 我们是支持什么 支持连续按 还不支持连续按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支持连续按 支持连续按的话 就是说我们只要去调用tpad scan 我们返回是1 就是有按下 返回是0 就没有按下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说 首先他会调用这个 tpad get max value 那么这个max value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 每一次去 调用这个 这个函数里面 就是每一次去 调用这个get value 然后n次 n次读取里面 读取最大值 就比如说我们调用了10次 我们把这个最大值拿到 最大值拿到之后呢 我们就干嘛 我们就比较 跟哪个值比较呢 跟一个这个 除了跟我们这个default之外 还要在这个default的基础上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预值 比如说我们默认情况下是得到的是10 但是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它按下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我们测试的经验 我们得出来按下大约是50 所以我们就给它取一个预值 比如说是35 加35 就45 大于45 我就认为你按下了 小于45 我就认为你不按下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进行比较 比较之后就返回 那么这个逻辑代码很好看 那么如果是不支持连续 不支持连续按呢 那是什么来做的呢 不支持连续按这里 我们跟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按键实验里面是很像的 我们通过一个statical的这样一个 定义这样的一个变量 如果我们不支持连续按 那么我们这里就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 我们就要进行 这里把它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在这里检测到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keygene设为3 比如说我们某一次检测到 按下了我们把它设为3 那么然后 我们每一次在这个youkeygene 每次去检 这是个什么过程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keygene 是statical的这样一个key en是一个statical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所以它的初始化只有一次 那么每一次我们调用keygene的话 那么它的值是我们记录了 我们上一次的值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它都会 把这个值在第二次的时候 它会减一 也就是要等待什么呢 要再过三次之后 我们按键才能有效 那么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 我们按下的话 我们就要等待三次 我们不支持连按的话 不支持连续按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等待三次之后 我们才认为它是有效的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逻辑我就不详细的去讲了 对这段代码讲起来也比较困难 在我们按键输入实验里面 我们把那样一段代码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继续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如果大家对这段代码不是很理解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前面 有视频讲解这个按键输入实验的章节 那么看了之后再看我们这里的代码 相信你比较能够好理解 那么然后在我们这个储盘树里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初始化这个tpid之后 我们就不停的去扫 wire里面我们不停的去判断 扫描到了 我们就把LED取返 就这样LED取返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代码编译 下载到我们探索板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摄像头 我们把这个探索板摆正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下载进来 大家可以看 这里首先有个灯在闪 这个灯是LED0 然后我们去摸一下这个骷髅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摸一下之后这个LED就亮了 我们再摸一下LED就灭了 再摸一下就亮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是检测到了我们摸下 这个触摸按键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触摸按键实验的话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如果说大家看不懂的话 我建议大家要看 首先看下前面的触摸按键 看下前面的这个输入补过实验 同时你也要看一下 这个按键的实验的实现原理 就是我们前面实验2的这个按键实验 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连按不连按 有更加深入的影响 因为基于时间的考虑 我就不把这一段什么statical 这些东西再重复的讲一遍 我只是稍微过了一下 那么今天我讲解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